寒流 不想要再回那家 那天以后 家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所有的亲戚都只字不提这件事 即使上了报纸 有电视台报道 家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然后我真想抱着妈妈大哭一场 和她却总躲着 学习上也不在乎了 以前他们要求我 能够一段的前三年 可现在不上课可以不去 须不退去那里不反对 还有就是变得特别大吧 零花钱要十块给二十 都不论怎么挖头 总之就是想怎么样都行 我觉得肯定是个强奸以后 他们觉得丢人 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前途 就一直去吧 所以我也就怎么能 遭到自己怎么来 当时是念一修嘛 念一修是看见别人 洗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是不先 都觉得好玩 也来蹭一蹭 就当我不知不觉的 都洗上衣了 能给我讲讲 是什么样的一种 那种感受在驱使着你 我想想说 大约都见了那个洗礼法 都以为特别的 满足人的感觉 说的是 洗礼上 身体都是爱想不了 这二十年来 我无数次的想戒毒 经过多少次戒毒所 我自己都记得起来 但是我始终死不了 因为我太迷恋心了以后 那种梦幻般的安全 那时候我变成了 十四岁以前的我 因为我被强奸 父母都疼我 送我上学 我说话 学习那么好 同学都喜欢跟我玩 心里一下就冲失了 最害怕的是清醒 醒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了 我是一个不凡准的 我恨透了自己 该就此了断了 那天家里没人 我回手抓到一根 电风扇罩子上的钢条 一口吞了尖身 然而清醒之后 我没有死 却落下经常固子疼的朋友 到监狱才检查出 刚条孩子在里面 有时候真的在想 躺死了就轻松了 因为自己的内心 这好这也不是个好东西 觉得自己的好 就因为这个东西 也失去了太多的东西了 像家人的 亲家的 朋友的 都失去了客户 又像别多的 看到这儿 我们都会为张春梅 在十三岁那年 经历的事情 感觉惋惜 那张老师 你觉得二十年后 今天的张春梅的禁语 和结果 和二十年前 发生的这件事情之间 有没有这逼人的联系呢 一个女孩子被强奸 这无语 把她整个的心理 完全的就击碎 也就是她的人格 就不完整了 她需要一个亲情 来给她粘连起来 而当时张春梅 遇到这件事情之后 无论是她的家庭 还是社会 都没有去实现 或者是发挥 粘连这个玻璃的功能 父母自从出了 这个事情以后 从来不在张春梅 面前说的这个事 父母觉得这是 他们爱孩子 保护孩子的一种方式 但是孩子却感觉到 是对她的一种放弃 对 父母的做法 爭若的心理 不怕 就是 是